这个单元要为各位介绍如何改变我们的桌面 请各位在桌面空白地方按下滑鼠的右键 选择更改桌面背景 前面这边是Linux Mint第17版提供的一些图片 往下拉的话会有NTPC提供的一些图片 如果你喜欢自己的图片 你可以选择加入 指定你的图片放置的位置 我们这个例子我也放在图片桌布这个资料夹 我们可以看到收图 选择好之后按开启 这个时候我们来找找看刚刚的图片 有没有加入到我们的背景图片库里 有的话点选 好就可以切换成我们的新的背景 好再举另一个例子 如果我要选择这个图片的话 点选 好就可以切换背景 好关闭 这是一个方式 那另外一个方式呢 我们可以到图片的地方 好直接点选滑鼠的右键 在图片上按滑鼠的右键 选择Set as wallpaper这个地方 变更 好这个时候我们缩小 好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桌面已经变更了 好这两种方式您都可以参考 那唯一差别是您直接在图片上按右键选择的话 它不会交到图片库里 好例如我选择另外一张 好加入到背景 好但是呢你如果从桌面上去选择的话 它的背景图片库是没有这一张的 好所以建议如果你喜欢的图片你可以利用这种方式 好在桌面上按下滑鼠的右键选择 然后加入你喜欢的图片 好未来的话你可以从这边选择 好 好先加进我们的背景图片库里面 好那往后呢还可以再做变更 好这是DNS米底下怎么样变更桌布的方式 好那这个单元为各位介绍到这边